人生是真实和梦幻的结合 人生是真实的 有时却像做梦一样 有时忽然之间又变得非常的真实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真实梦幻的现实变幻不定 真实又如梦幻 梦幻又如梦幻 真实 师父还说 师父希望你们做事要慎行之 说话要慎言之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我的澳洲永居批准了 我是一个流浪海外很多年的中年人 我曾经心高气傲 但我饱受创伤 我曾以为人生在我掌握之中 但偏偏命运处处和我作对 直到遇到师父 遇到观世音菩萨 我的人生才开始有苦转乐 我感恩释迦摩尼佛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赐我以心生 赐我以会命 赐我以幸福的家庭和平安 清静地生活 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里 我誓愿以我余生 帮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弘扬心灵法门 救度一切有缘众生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师兄好 我来分享 医生说 我的眼睛患白内障病 要我做手术 我运用五大法宝 消除眼睛的业障 现在去检查 医生说 不用做手术了 说 我的眼睛正常了 感恩菩萨 慈悲保佑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那么释迦摩尼佛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2023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 五点钟起来发现 后脑勺长了一个小肿块 用手去触摸 感觉有点刺痛 起初以为 是被什么昆虫咬的 我就用药涂在肿块上 但是涂了几天都没有效果 没有消肿 还是有刺痛感 很不舒服 我感到不对劲 于是许愿了七张小房子 礼佛大唱悔文 念诵七遍 放生21条鱼 226件善事功德 好了 在师父博客上现身说法 没想到 小房子烧三张后 晚上睡觉 早上醒来肿块就消失了很多 而且刺痛感也减少了 弟子非常感恩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加持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通过学习心灵法门 儿子肺节节 全部消失 2022年 儿子单位进行体检 发现肺部上有三个节节 其中有一枚 还是磨玻璃节节 我是心灵法门弟子 每天在家学习佛法知识 知音懂果 儿子发生此节 明白是因缘果报汇聚时 于是运用五大法宝 念经 许愿 放生 大忏悔 和看白话佛法来化解 儿子上香向菩萨许愿 放生一千条鱼 念诵 消灾吉祥神咒 往生咒 和姐姐咒 各五千遍 礼佛大忏悔文 108遍 哨诵87章 经文组合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经者 从平时每月吃两天素 增加到每月吃四天素 我也转了一个 设佛他的功德给儿子 用我们自己的信愿形 在菩萨的慈悲保佑下 顺利找到 只花费几百元钱的良药 与念经相结合 在2023年10月中旬复诊时 肺部节节全部消失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菩萨就在我们某个人的身边 只要好好如理如法 按照师父教导的方法 修心修行 一门精进 一切都会改变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料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新年师父开示极紧 春节上头香 别人在自家佛台祈求事情 主人如何做才不会备业 选择2020年1月31日 悬疑问答 在同修家里设国台时 另外一个师兄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在他家国台前求了好久 之后这个设国台的同修家里 就很不顺 家里闹得很不愉快 今年连同乡都没有称存 同修就想问 是不是和对方 在他家祈求有关系 有的 是不是悲业了 对啊 至少客头的人说 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人家家里才不会悲业 他不说嘛 人家就悲了 那同修 如果对方不说 那么同修 还有什么办法解决 自己讲呀 你比方说 你叫张三 张三的业障 他自己悲 他今天在我们家里 今天磕头 他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就好了 好的 他不讲嘛 你讲呀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在这如梦幻般的 现实生活中 切勿随意中音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